难得接听到询问任养的电话 接线员细细讲解内容及风式 警察能帮助儿少脱离贫穷循环的机会 毕竟这电话已经很久没有响了 现在的课案数是过去的一倍以上 那这两年我们甚至于听到任养人的结案 就是他们不再继续任养的原因 是因为经济因素占了很大的部分 过去可能在停止任养 大概因为经济因素可能占三成停止任养 那这两年甚至于到五成 那我们也有遇过任养人反而成为我们的受住者 需要协助的儿少变多了 但伸出援手的人却越来越少 用爱接力的重要不在话下 不管是品德生长还是教育都环环相扣 摊开调查就能发现 今年若是儿少任养计划中 高三应届毕业生仅有76%有升学意愿 跟整体应届毕业生的86%有一大段落差 疫情其实蔓延了两年之久 甚至今年因为战争的关系还有通货膨胀 所以我们其实收到了更多求助的电话 甚至会想要走入绝境的这样子的一个心境 缺乏这些任养人的支持的话 其实孩子缺少一个可以让他们更加的 茁壮跟成长的一个机会 也缺乏一个能够让他们能够突破贫穷循环的一个机会 根据财政部统计 纵所税高低差 急速扩大到149倍创下历史新高 尽管以国际衡量系数观察 台湾在2020年每户的吉尼系数为0.34 仍低于国际认定0.4的贫穷线 但疫情冲击大部分产业 许多民众收入减少甚至中断 而反观气势如虹的科技业制造业 则不受影响还越走越旺 我觉得这个整个社会大家都已经很清楚 我们以前讲这个负责很富 这很穷 但跟个人聪明才是有关系 那这个东西如果没有一个政府的机制 或一个制度去管理 它绝对会越来越大 低型化已经越来越严重 又碰上央行升息 通膨席卷万物起掌 小老百姓苦不堪言 学者进一步警告 台湾财富结构从M型化社会 变成L型化社会的脚步正在加快 当些有钱人 有他的资本财 然后可以继续创造财富之外 他在外面的资源也会比较好 他也比较能够create 就是创造更多的这个所谓的赚钱的机会 而且这个社会呢 也就是像我们说财经都很清楚 就是所谓的理财投资的这种环境呢 也难形成 这些都是给比较有钱的人 就有本的人去创造更多的获利 一旦定型低层循环就难以再打破 包含了生活规划 结婚 卖房生小孩 甚至伸手帮助需要的人 都正随着贫富差距扩大 产生质变 最后还是负的更负 穷的更穷 TV新闻 钟德荣成为月台北采访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